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珍奶大王短短两年来去为什么一场空 现在赔掉了好几百万回到台湾当起了保全 她的故事 她的启示 今天报告给你知道 一开始我们请蔡总 大家看看今天的台股好冲 大家有被嘎到的感觉 怎么办 明天抢镜可以吗 没错 镜翔 今天台股就像现在的天气 好热 势如破阻 一涨再涨 今天大涨136点 但今天排面实际上不止 因为今天台积电除息 指数就增花了62点 你涨136点把它加回去 应该是涨200点 实际上是涨200点 涨上去 10527年来的新高 今天还有一个特色 你看今天的成交 慌出来了 对 你不是说上万点 大家讲说都没有量 今天不仅有量 而且创下三个月来的最大 1200多亿 对 在这个背后 我们把郭董 把Morris的帅照端出来 就是要告诉大家 背后是两颗引擎在推来 给我看进去 对 就是这两颗的引擎 台积电 今天是除息 除息的时候 填息的幅度高达7成 因为市场本来估计 因为这个月 外资其实对台积电是卖超的 因为今年它已经涨超过20% 有一些外资说 我差价赚得很薄 我不见得要参加今天的除息 所以本来我们估计 大概填50% 这已经够厉害了 没想到最后填了70% 为什么 一篇一篇的报告出来 下半年苹果iPhone8 最大的受惠者就是 Morris的台积电 再过来在7奈米的首站 赢三星 这个立下一个里程碑 我们讲到的7奈米 不就说它养了一批 夜音部队 夜以继续 日以继续的研发吗 现在超越死敌三星 所以外资把台积电的目标价 这两百年又提高 提高到两百四十六了 有人说一定要过两千年 那时候台积电创下 它的天价是两百二十二块 现在两百一十五很快 马上要挑战史上的最高价 蔡总 说到这个地方 忍不住你又想起 都是不久前而已 Morris也好 郭董也好 都释放同一个讯息 大家要买要快 不要让我们的股票 都让外资赚飽飽走了 看起来有点 对 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台积电这一次的股息 是一千八百亿 准备在7月20号 非常有效率就花晃了 花晃的话外资临走了 外资临走了其中的一千四百亿 所以有人研判 外资那一千四百亿 台积电的股息的钱子弹 会重新的投入台股 所以让投资人就挤了 所以今天大家不是只有台积电 鸿海 还有台塑化 国泰金 护邦金 这种全职股 紧接着要除息 大家都通进去了 我们看鸿海 因为鸿海的话 今天的股价是五年来的新高 已经来到了120块 那鸿海的这个价位的话 大家就想看看 去年年底才八十五百亿 所以我从去年底报到今天 都还没有除息 其实每一张 一张而已 已经赚了三万六 报酬率高达四成 非常甜 还有这篇报告 这是投资专家 谢社长谢靖和讲的 他说鸿海最近你看这个角度 非常的陡 可能跟有一篇关键的报告有关 麦格里的分析师张伯凯 把鸿海定位明日世界的整合者 神一般的地位 这个报告不是乱写 两百二十六页 一塌 为什么 他简单来讲就是说 以前鸿海你就做那个 代工 你的毛利很低 对不对 那毛利低的话 我本一笔就顶多给你十倍 那你未来的话 整合了一个世界的话 你最大的受惠者 李开护也有讲 第一波的人工智慧 是亚马逊 百度 腾讯 Google 那都是软体 但是现在连结了硬体以后 鸿海受惠 这时候我不可能再给你十倍美比 我可能十五倍 甚至二十倍 这样的话价钱就提高了 所以你看 麦格里把这个鸿海的目标价 提高了两百 这个有想象空间 所以今天 其实不久就上个礼拜四 郭董在董事会 他也说出同样的话 大家要来买鸿海的股票 别让外资赚保保 蔡总还没有回答我刚刚的问题 今天我们讲到的 Morris讲到的郭董 我手头没的股票 我觉得今天被嘎到了 你知道吗 我明天要不要跟着抢劲 我该报多久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现阶段已经形成了 除息行情的急刑机 我们先看台积电 今年已经涨幅非常大了 但是7月下行 股息就花晃 股息花晃的时候 假如外资选不到更好的标的 他还是买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的速度还是很快 再过来鸿海 鸿海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来看一下 他往年以去年来讲 除息是9月2号 前年9月3号 都是在9月初 或者顶多是8月底 上个礼拜四不是股东会吗 对 礼拜四 郭董不是回答了这个股东说 手脚要快喔 你不要每次都被外资赚保 我们都以为他讲场面话 礼拜四开完会 礼拜五股市收盘后 定出他的出息日期 做了重大决定 注意看 7月13 提早快两个月 对啊 所以以前我买鸿海的是什么角度 我可以8月慢慢买 反正9月才出息 对 现在7月13号 你要不要提前 提前啊 提前啊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 买盘不仅是外资大回补 今天外资一天就买超171 那一般的投资人 马上要上车 对 所以今年可能提前全部往前 那也许到了8月下旬 或9月的时候 那时候出息行情就消瘋了 所以从上礼拜四的鸿海股东会 到今天我们在讨论鸿海 郭董的布局 原来一步一步 都在他的精心规划当中 第一个 他提前了快两个月 来到7月13号除全息 那第二招呢 第二招 有消息传出 东芝半导体的标售 可能明天签约 那当然郭董说 跪了不跪了 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现在就看起来 好像这个要签约了 但郭董不是股东会讲说 我还有五层保卧 我不放弃 我要努力到最后 所以要跟他的对手 美日联盟签约 签下去郭董就等于out了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赛翁失马 焉之恢复 怎么说 为什么 我去标一个东芝的话 起码拿日币两兆 台币要5000多亿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郭董假如说 这5000亿的台币 没有买东芝半导体的话 因为你买了还要整顿 那要花很长的时间 难度很高 但是这5000多亿的话 来做别的话 红海其实是蛮有发展的空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东芝这件事情 进可攻退可守 第二招还有第三招 第三招你来看一下 同样的是在上个礼拜五 发布这个消息 你要让人家除息 早一点买你红海的股票 你要怎么样 你要感觉你未来有前进 有未来性 你看富士康跟昆山市政府签订了 投资1125亿 前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这个金额是过去的两倍东中 然后里面西部一看 整个洪海没有在讲手机 都是未来性的产业 这样的公司 当然要赶快买来除息 所以7月13号 有没有那么一点点 赶羊进场的味道 被嘎到的人心都痒了 再来小元进一步来告诉我们 其实你回去吧 回去看 从股东会礼拜四 然后这个东芝也都是这几天 然后这一天是股东会的隔天 签约1125亿 一步一步精心布局 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选在昆山 不是郑州 不是深圳 选在这里做什么呢 因为郭董的机器人大军 早就在那边布局 5到8年之久了 我们之前常在新闻上面 常常看到 郭董不是带了这个经文媒体 跑到一个没有开灯的 机器人工厂吗 那个画面 来 我们看看 其实媒体下边说很害人 没人整个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基地里面 没帮的人 结果忙碌的关灯工厂 他们的产能更高 对 所以那个机器人工厂 就在哪里 就在昆山 它布局了很久 而且这几年下来 他已经用5万台的机器人 取代了11万的人工 目标是什么 郭董之前就讲过了 100万台的机器人大军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昆山那边的话 早期很多台商就去那边投资了 有4000多家的外资企业 有2%都是在台商那边投资 而且都做什么 都是做笔记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的话 最需要怎么 就是人工作业员 在那边不断的一样的工作 有没有 接下来这些工作的话 有可能什么 都被郭董的机器人 都可以去帮忙 而且郭董不是只有在那边 做机器人 他做完机器人 生产机器人 做完这些机器人怎么样 跑到他的郑州工厂 河南工厂 全部的分散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 你说他的机器人重不重要 他太重要了 他不但是 富士康集团生产机器人大军的重镇 而且他是使用机器人大军 最多的地方 就在这里 没错 你说郭董的选在昆山 其实有一部分是机器人 但是你知道吗 最早最早在昆山设厂的话 其实不是在昆山 在哪里 其实郭董最早想要在武汉设厂 因为武汉是华中的交通枢纽的中心 可是后来他还是改变心意的 为什么 因为风水师的一句话 你是说昆山的风水比武汉好 其实当初他的风水师 迟迟带着郭董一起去选地 你知道郭董那时候个性很激 你知道全中国大陆 他就带着风水师去找设厂的地 可是风水师怎么选呢 他都不敢给他选下去 就这里 因为他觉得哪边不对 哪边就是不对 那郭董很急 郭董想说 你再不选 我怎么去生产东西 郭董就说 有一次他真的生气 他软硬现实 生气他说 你以为你这风水师 我早已来中国 不用花钱了 你知不知道 来回一趟机票前 是要花多少钱 那风水师吓死了 很想要随便选一个地方 就给他选了 可是他还是候选 他说这个罗盘拿来 不会转 我的堪雨我找不到 他不敢选 你知道吗 那郭董再用另外一招 他说不要这样 你这样子 你赶快选一选 我们马上给你包一个大红包 我们就赶快盖场 好不好 因为郭董很急 可是这风水师 还是不敢选 就这个样子 全中国大陆跑了多少 跑了两年多 最后面才跑到了昆山 他觉得这个地方可以选 因为这个风水师说 这个地方索星龙 右白虎 这个河流的方向 都跟你郭董的气场很合 就这样一选下去不得了了 你知道在2002 2003年 那时候武汉发生大水 他如果当初选在武汉的话 他的工厂全部都完蛋了 难怪 那个罗盘动不起来 不能选武汉 要被淹到那怎么办 好厉害 真的是好厉害 因为他选到昆山这个地方 昆山对建设他们当地 真的是花费非常大的苦心 你知道吗 当初昆山市长 有来台湾来做考察 他考察哪里 他考察主科 他考察这个男子工业区 他考察下去 不只是真正考察 一般的人来台湾只是来招商 不 他来学习台湾的出口加工业 这加工区 怎么样可以赚这么多的一个外汇 他带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助理 你知道吗 他们来 不是只有看看就走 拍了几百张照片回去 扛了好几盖的文件回去 全部都是台湾的这个加工出口区 怎么样去报关 怎么样去建设相关的一个资料 也就是继续迷移的细节 通通都把它 这个已经到了搜证采账的地步了 没错 整套学回去 对 学回去之后 他们就是摆明说 我就是要复制台湾产业的经验 我就是要打造像台湾这样的地方 但是你只要打造这样的环境还不够 要怎么去招商 你知道吗 他们每天派一组人 跑到上海的虹桥机场 干什么 给你守株待兔 等谁 等这些台商或是一些国际的这些大老板们 如果有转机的机会 他们就马上去送宣传单 然后积极的要求你 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做参访 我们可以看相关的优惠的条件 你就来我们这边投资就对了 看那个仓单 谁会在这里转机 谁会在这里入境 我先留字网一样大小通吃 开始撒网 拉人留下来很黏 对 还有很多很多的租税优惠 不断给你填头 所以也让郭董这些人 看得心痒痒 不来投资一下怎么行的 就这样子落脚了 当然不只郭董 我们看一下 神达 仁宝 伟创 轮飞 蓝天 全部这些笔记型大脑 都在这边设厂了 好 这个是此一时比一时 1995年到2000年左右 把这一些一等一的 DOT COM大厂 通通吸纳过去了 不过蔡总要告诉我们 我们把时空咻 拉回此刻 郭董又在这个地方 建立他的所谓的 机器人大军兵团 背后居然藏着 昆山市政府变了 那个想法 开始要腾龙换鸟了 来 说说看 对 鸿海 富士康集团 在大陆有36个据点 深圳的话 就是iPhone 炎花跟生产的基地 跟部分的灰瓶在深圳 那郑州厂的话 就是iPhone生产的新的基地 那至于昆山 未来会成为人工智慧的大脑 把三十几个据点串联在一块 那这个昆山成为台商实验的一个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富士康还有鸿海 扮演中国大陆经济产业的一个先行指标 2000年的时候出口第一名 然后到了2010年的时候 工人加薪的指标的企业 那现在透过昆山 藤龙换鸟 昆山市政府是这样 台商你现在这个产业没办法升级的 我给你签仓 很多的台商拿了钱以后就签走了 藤龙换鸟现在这次曝光你看 鸿海富士康他是有七大象 七大象没有手机的 都是变成了智慧家庭 最新的半导体材料 新能源电动车的这些 全面性的产业升级 所以鸿海又配合了中国 在产业升级 那这个产业升级了以后 他想说你公司不一样了 做的东西是越来越好的 那当然就参加他的出席 好 谢谢蔡总 谢谢小元 进一步的亲王要带我们来看到 一路讨论下来 这个不是在我们的 在男子加工出口区 不是在我们的南科 不是在竹科 通通讲的都是中国大陆 也就是说今天 所有大老板的贵化 大老板许年轻人 一个越来的愿景 如果在台湾多好 台湾年轻人怎么办 我看了一个数字 让我真的头皮发麻 有300万 超过300万的劳工薪资不到3万 我们的劳工 在低薪的泥闹之下 谁许年轻人下一个未来 没错 你讲的就是这个表里面的状况 就是说大概有多少呢 327万人 他的薪水 近每月经常性薪资 是没有3万块的 然后这些人怎么办 低薪你总是要想办法解决 所以他们用什么方式解决 出走海外工作 帮自己加薪 所以你看我们台湾人 到海外就业的人数 你看从这多少 从本来这个34万人 一路成长到2015年的时候 是72.4万人 比例成长的是怎样 一倍 10年 长了超过一倍 年轻人占优秀 一批一批出走 没有错 你专科 你大学 你研究室 你博士 找不到工作 出走 对 到海外帮自己找工作 帮自己找个加薪的机会 然后在这里面 又有42万人 占差不多到里面的 大概58%左右 是出走到哪里呢 出走到中国大陆去 那你现在看 在人力营行现在调查 这些社会新鲜 他们最新的意愿也是一样 63%的人怎么样 他也希望到海外去工作 因为他们认知 海外的工作平均薪资 有51k 比他们现在的 在台湾的平均28k 多出8成 所以各位 当我们看到了这个圈圈 你说 怎么样 没有满3万的 有这么多人 327万人 而且这些人里面 年纪最多是落在什么 限制空间 我跟各位报告 25岁到34岁 这一群年轻人 出来打拼也差不多 快要10年左右 7 8年 然后这群 大家说几个人 他没有加累 他如果哪里有钱到哪里去 他可以毅然放下这一切 再远他都可以去 没错 只要薪水能够增加 哪里他都可以去 所以这个人才出走的状况 也造成什么呢 造成说台湾人才的赤字 是最严重的 你看这个人才赤字的排名里面 我们台湾在最下面 是最严重的 这要怎么看 这个里面呢 越往下面表示什么 表示他人才的赤字越严重 越糟糕 表示人才出走状况越严重 然后你看这表里面 我们输给日本 输给韩国 甚至我们还输给印度 输给巴西 输给埃及 所以越红越紧张 人口红利 我们最不及格 没有人口红利 没有人才就是国力 没错 所以你看看 像这边有个伊氏放射师 这个张嘉玲他的故事 他今年怎么样 他本来想说 一个月四万块的薪水 对不对 如果我要再加薪的话 要怎么样呢 再去念个硕士好了 想说要再去念个硕士 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新加坡的猎人头公司 来接触他 说新加坡现在需要找这样 放射师这样的人 然后一个月薪水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 8到10万块 当下就乘以2.5 对 所以当他去跟他的这个 要考硕士的教授 去聊天的时候 教授听到说 人家要挖角他 给他8到10万的薪水 教授说 那你不要来念书 你不要来念书了 你去那个工作好了 连教授都这么说 对 因为教授跟他说 你就算在台湾 你去当个放射师的主任 你的薪水 可能也是10万块而已 那与其这样子 你打步去那一边好了 那边薪水更好 然后环境也更好 连老师都这么说 那肯定去了 对 他当然 他对他来说 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你看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 的情况之下 你说这一些新线人来说 他怎么可能会不想到 海外去工作 所以你看新线人 刚刚我们不是说吗 有6成3想要到海外工作 那你知道在他们心中的 首选是哪里吗 哪里 第一名就是中国大陆 那当然 今天到新加坡 你英语还要够强 你到中国大陆 就直接讲中文通 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几个故事 你看这个也是一个怎么样的 在台湾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到中国大陆 创业成功的故事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是现在中国流行的 美法快时尚 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快捡 很快的剪完头发 那他创了一个品牌 叫星客多 他把他带到中国大陆去 而且还拿到了 3000万人民币的资金 要义注他 这个东西 我特别要跟大家 先来讲一下这个孩子的轮廓 他好厉害 他很年轻 然后我看到他的资料 他连大学都没有毕业 对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讲的就是这一位 他叫做庄威 你看看起来很年轻 那这个庄威 他的爸爸是做什么 其实他爸爸也是一个 很知名的百元快捷的合伙人 然后本身也在办了一个 美法学校在培训什么 培训这些美法师 所以他家境其实还不错的 那么这个庄威 他爸爸在他12岁 就把他送到加拿大去念书 到他19岁的时候 再送到北京去念人民大学 就是在人民大学念书的时候 他发现什么事情 在那个地方好像有好多的商机 在那边我不创业 只花在那边念书 好可惜 屁股会痒 像你那儿子的DNA 就在血液里篡动 没错 不安分了 所以他就跟他的表哥怎么样 两个人把自己的钱 抽一抽合伙起来 抽了多少钱呢 他跟他表哥抽了100万左右 做手机周边产品的生意 做手机周边产品的生意 还进一步还做个产业升级干嘛 去做美图手机的周边产品 结果呢 这个发现这个生意好难做 为什么好难做呢 竞争者很多 大家就是一片红海在杀架 那这个环境之下 怎么可能继续赚钱的 所以呢 赶快就是怎么样 赚一点点钱 赶快获利了结 赶快把它收起来 不要做 这是他第一次创业 结果失败了 但是这次创业有一个好处 什么呢 让他认识了很多设计师的好朋友 那他就再把大家凑在一起 准备他的第二次创业要干嘛 承接人家那种怎么样 做演唱会的这个生意 我帮人家办场地啊 做各种场部的设计啊 他讲说 我有这么多的设计师好朋友帮我 我应该有机会成功了吧 结果呢 结果没想到 这生意更难做 为什么更难做 这个生意通常都是 要点人脉 然后呢 要点靠山才有办法做的生意嘛 你一个台湾来的年轻小伙子 你有什么人脉 你有什么靠山 当然你案子都接不到 我跟你讲 他这个时间点还没有30岁 一个人做生意 扑改两次了 对 这就是太宝贵的经验 换做一般人 早就死在沙滩上了 他说呢 他还是很有企图心啊 所以当他2014年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呢 他想说台湾这个百元快捡 其实很特别啊 他说这个东西 他在中国大陆好像没有看到啊 那他说这个模式呢 搞不好怎么样呢 我可以学习 他里面有商机可以赚 所以呢 要看他要怎么办 他当然要先去学习嘛 怎么学习 一直跑到人家百元快捡的商店里面 去给人家剪头发 结果剪一次不够 观察观察不够 再去剪第二次 再去剪第三家 再去第三家 再剪第三次 去过几家剪好几次之后呢 你头上剩没几根毛 你还跟人家说你要剪头发 谁要让你剪啊 是 所以你不跟你爸学 你爸的是那个传统的剪法 你现在是要快很准 又快又好的 快剪 快使上来又不一样的了 对 所以呢他发现呢 他把整个流程大概看了一遍 学习了起来之后呢 他本来第一个想法说 那我在台湾也开这样的店好了 是 就马上被他爸爸怎么样呢 被他爸爸打脸 他爸爸就跟他说 台湾市场已经这么竞争 这么饱和了 你是能够赚到什么钱啊 而且他爸当年苦心栽培 阿爸就剪头发不好 上一代有展下一片江山 可是希望儿子 你可以upgrade 你可以做别的嘛 我把你送去大陆 就跟我那么好的人民大学 你给我念到大一大二 你跟我讲你不读了 对 所以他爸爸就跟他说 这套模式 你不要在台湾想要在这边做 你把它拿到哪里 拿到中国大陆去做 然后呢 他爸爸还拿了本钱给他 给他120万人民币 让他到中国大陆去再创业 看你还有几次可以叠交 不容易啊 说服你的老爸还拿到了 对 斩助款600万 没错 后来呢 后来他就真的到中国大陆呢 去做这种所谓的 筷子上的快捡的减法店喔 但是一开始也是 遇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像我们在台湾 很多的快捡店办在哪里 是不是办在那大卖场里面 他想说我也一样啊 到中国大陆去 我也去找人家大卖场 找那窩窩窩 找加勒福这种大卖场 我去开店啊 去开店的时候 只有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那个里面的剪头发很多大妈 大妈去怎么样 逛大卖场顺便去剪头发 然后呢 把大妈在美法院的习惯 搬到他里面来 一个大妈坐下来 剪头发 这边要帮我按摩一下 这边要怎么样 我就跟你讲快剪了 你是在啰嗦 而且剪一颗头 只有人民币20块 然后呢 本来想说15分钟要剪完一颗头 结果一颗头剪了多久 你知道吗 剪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根本不应该接大妈这种客人 送他丑吧 所以他的1.0店怎么办呢 基本上是很失败的 所以赶快做检讨 怎么样呢 开始做所谓的2.0的店 要干嘛呢 2.0店就锁定说 在地铁这个地方 等于说交通洞线的这个地方 就开店 为什么呢 他客群现在不要了 他现在客群不宣布锁定大妈 该锁定什么 锁定大概20到45岁的男生 这样就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这些很多商务客怎么样 大家都在赶路赶时间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剪头发 我越快越好 我跟你交接完 你赶快帮我剪完 不要啰嗦 20分钟我要走了 然后呢 他们是只有基本的 就是说 你一个髮型把它剪得好看 可以就可以了 他不会像大妈一样 我这边怎么样 要剪短一点 这边要修上去一点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要求 所以呢 他就把客群 就锁定在这一群的男性 所以呢在这边 他就开始站稳 站稳之后呢 这个庄威 动自己的脑袋干嘛 改进这个店 然后想说我要想办 再一次再一次的3.0的升级 怎么3.0的升级呢 我开始倒进所谓的 第一个 我用套餐 就什么套餐呢 有的头发是什么你看 这叫轻松舒适型 还有什么发型呢 叫起床就走型 还有什么回家过年型 有三型 越剪越有型 你要哪一型 对 没错 他让客人很快的做选择 你要哪一种发型 选定了他就帮你剪 没有那么多啰嗦 这边要长一点 这边短一点 前面要不要理都没有 好 快速的选完之后呢 要加快它的流程 所以他可以怎么样呢 因为他主打什么呢 他不帮你吹头发 也不帮你洗头发 也不烫不染 他就是剪头发而已 那只要剪头发而已 怎么样呢 所以你客人坐下来 剪完之后呢 当你起来了怎么样呢 他就很快速的 把那个上面的头发拨完 用吸尘器吸完 在一分钟之内搞定 翻桌率之高的 对 翻桌率非常快 然后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设计师 还要负责收款的话 一定会拖他的流程 所以他设计什么呢 让你直接用手机可以付款 你用QR Code 用扫这个条码 直接付钱 特别是什么呢 你看到这数字是干嘛 你还可以看 前面还排了几个人 你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你 你可以先去逛街 这个叫IT化的管理 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店再一次的升级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既然学习Uber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一家店会有尖峰的时段 然后跟离峰的时段 人很多跟人很少 人很多的时候 给你收贵一点 收50块 人很少的时候 给你收30块 所以你透过手机的APP 就可以看到每一家店 现在动态 这家店现在50块 这家店现在30块 所以客人 就会自己的分流 到那种人比较少的店里面去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看到这家店怎么样 越做越好 生意越做越大 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 才会获得像李开复 他们这些创投投多少 投入他大概3000万人民币 到他们里面去 所以这个快捡时尚手 你说他大学没有毕业 这个要是留在台湾 很多人一看 这大家讨论不比较 Loser 不要这么快下结论 他不是一片江山了吗 连李开复都按一个赞 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台青交成念到成大的MBA硕士 够强了吧 人中之龙 人中之凤了吧 我跟各位报告 台湾哪有机会 他不用去台湾 没有错 你在台湾有机会 你怎么会到大陆去 他对到什么状况 这个戴崇宣 他是毕业之后 他不是找不到工作 他是找不到高薪的工作 顶着成大硕士的光环结果 去毕业之后 到处都开给他多少薪水 你知道多少钱 30K 3万块而已 念到MBA 3万块真的太少了 对 然后呢 当然他就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干嘛 继续找工作 结果没想到 他找到的愿意用他的老板 给他的薪水 都只有3万多块而已 那当然在他心里 就觉得这个有点受创 那在这个时候 他爸爸就跟他说什么 他跟他爸爸声谈过之后 他爸爸就告诉他说 台湾现在 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市场 真的是很少很少 他说你如果想要出人头地的话 那你到中国大陆去找机会 去闯一闯好了 但一开始去打天下的时候 想说做一点小生意 在做什么 做手摇茶他最有把握 其实他太复杂料理他不会做 结果没想到做手摇茶 你觉得他生意很好吗 错 生意很惨 大家都在做手摇杯 你要跟人家拼 都会一天只有几百块而已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怎么样呢 他是发现说我要做转型 不可以一直靠手摇茶 所以要改卖什么 改卖鸡牌 改卖咸猪鸡 改卖乳肉饭 他自己本身是MBA 所以他知道要观察商业模式 尤其在当地 要从年轻人开始 结果他跟这些年轻的客户 聊完天之后 发现什么呢 他们对台湾的偶像艺人 都很有兴趣 这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看看他的菜单 你就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们对台湾的偶像艺人 有兴趣 所以他故意把他菜单 这边设计的都要跟台湾的艺人 画上整套 你看 炭烤鸡牌旁边是什么 你有沒有看到 Selina 香榨鸡牌的旁边 这是什么 是A啦 柠檬鸡牌旁边是什么 是Hibi 然后呢 我都没有想到的是 台妹鸡腿牌 旁边鸡牌可以接谁 接蔡依林 这实在是非常的无厘头 但是就也红了吗 对 意味什么 因为对客人来就是说 我只要告诉你说 老板 我要蔡依林 就告诉你什么 就告诉你说 其实我要点的就是这个鸡腿牌 给我一份SHE 就会把这个E送给你 没错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引起了一阵的话题 对客人来说 他就更容易接受这个什么 接受这个美食摊的东西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现在已经有两家店了 一个月替他自己 带来40万的收入 好 谢谢亲华 小明星来跟我们说说看 成大的硕士 在对岸也成功了 大学大一大二 没念毕业的也成功了 先说有多简单吗 我之前也跟这些人一样 我很想去大陆发展 可是我的一个朋友先去了 我看完他的结论之后 我不敢去了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跟我同年 他在台湾用门做什么 是豪宅管理员 听起来还不错 可是说白一点就是什么 两个字 保全 保全 当了大概30几个薪水 他大概做了七八年油 然后那一天做到最后 突然怎么样 被支钱了 因为你知道豪宅 保全员那些 大概过了三五年 他们就要换约一次 所以你一被换约 你就被支钱 那支钱他没工作怎么办 他在台湾 他开始去国外做什么 背包客 真的有点钱 当背包客 就认识很多的朋友 就认识他 他什么 都是他的女朋友 认识他的女朋友 他女朋友是中国大陆的人 就开始跟他去相处 相处他女朋友 那时候做一个是 算是那种 在中国大陆是引进那些 国外品牌的那种 类似那种 专员那种人 那他就想说 那你要不要来中国大陆 我们来开创一番新的事业 那你台湾有一些台湾味 那我同学他很喜欢吃卤肉饭 他说好 那我们就去试试看好了 结果他们就跑到黑龙江去 因为他女朋友是黑龙江人 你知道吗 他们就去那边发展 他就卖 我们台湾最擅长的 卤肉饭跟珍珠奶茶 你知道吗 他把台湾的原汁原味的口味 全部都搬过去 一炮而红 你知道在那种冰天雪地下面 吃那个卤肉饭 哇 多么的享受 而且你可以想一下 那个卤肉肉切丁 晶莹剔透 又油又腻 对 他在那边真的是一炮而红 他从一家店开了三家店 他没有钱 从台湾办那个青年贷款 搬过去继续弄 结果开了三家店 他一个月那时候 平均的营收大概可以赚 大概五六十万 赚 所以他做得很好 他觉得我在中国大陆 真的是可以有一片天 他那时候还打电话 问我要不要去你知道吗 真的 那时候我讲说 我准备要工作要辞掉要去了 是 结果后来这样的一个情况 持续了多久 两年多 两年多他开始发现不对了 他旁边的店 他这个店面叫做 台湾味乳肉饭 他旁边怎么出现一家叫什么 宝岛乳肉饭 然后他的珍奶叫做什么 叫做阿台珍奶 旁边怎么开人家 怎么叫台味珍奶 你知道吗 你今天是正知正统原位的台客 来给我开的 结果旁边名字取得比你台 那我乍来出道的观光客 我就不知道我要买哪一家了 而且价位还比他便宜 所以旁边的对手 一家 两家 三家 五家 越来越多家 所以他的原本是一个月 可以赚五六十万 他到最后三家店收成一间一家店 一个月亏十几二十万 因为你没有生意 你店住还是要付 然后到最后亏到什么程度 他不敢回台湾 他店收了 他就宁愿在黑龙江待着 跟他女朋友两个人窝着 他不敢 他没有脸见山东父老你知道吗 所以说 那当时的当时就是 为爱照天爱 跟着女朋友 就回到了黑龙江的家乡去 结果两年换来 结果两个人你知道吗 一个女朋友 事业有成 他完全没有事业的情况 他久了一段 就分手了 因为女朋友根本就 没办法跟他相处 结果他就真的是巴不得已 他就回到台湾 那就是来宾典唱 不如不要选择 结果回到台湾 你要找工作 他之前是做保全的 年纪跟我差不多 你觉得能做到 其他什么好工作吗 还是一样 回到某间饭店 继续做保全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当初开很多店 台湾贷了很多贷款 现在还在过负债的生活 你后来不是跟他聊 我最后会 不如当初卖鬼 我觉得大家都很爱面子 我说实在 他也不敢去聊 不想去聊过去的事情 我也不好意思再问 可是就是这么的奇惨 留不住台湾优秀的年轻人 是现在我们面临的状况 我们看到有人成功 我们也看到 小云的朋友 两年一场梦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给大家来看看 房市刮了这个风 三低 低还有更低 为了让你买得起房子 总价低 首购低 单价低 不要走开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看 今天这个房市刮什么风 燕丽 房市有一个关键字 叫新3D 那我就好奇了 原来旧3D是什么 那新3D又是什么 没错 这个3D不是指电影特效 3D是指的 大台的房市也吹出了3D风 而且重点是 最近这一股的一个 新3D风是指价格更进一步 往下调的一个新3D 好 那新3D到底是什么 低单 低总跟低自备门款 我们先来看低总好了 其实低总很容易理解 过去低总几乎都是锁定在套房 而且是坪数比较小 对不对 那买这些人是谁 大部分是头客 可是现在因为很多的上班族 还是觉得房价太贵 买不起 那为了刺激买气 所以建商纷纷推出 就是低总价的一个产品 好 问题是 建商还是要获利 它要保持一定的一个利润 所以它只好在坪数上面 动一些这个巧思 也因此我们看到 市场上最新的一些主流的商品 是什么 两房就会控制在25平以下 甚至是到20平 三房过去是35平以上 现在也会控制在25平以下 所以建商想方设法 希望你买得起房子 它卖得掉房子 所以你看低总 里面心思是这么多 那低自备门槛 第二低 当然把门槛降低 更多人买得住 那低单呢 背后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算盘 低单过名思义 就是比较低的一个单价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 都讲过很多次 其实有一些所谓的一个破盘价 那特别是以这个 比低于市场行情的 少一个字头 甚至两个字头来吸引大家 好重点来 这个新3D 它其实背后是有算盘的 也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既然有新3D的话 建商还是要想办法维持一定的一个利润 所以他们在产品的一个设计上面 就有一些不同的变化跟巧思了 包括采取清格间 室内门改成拉门 还有采取单一走道的一个方式 就是希望虽然平时都比较小 但是大家住起来 不会那么拥挤的感觉 这个我可以有想象的画面 今天一样一堵墙 十几二十公分的话 它当然要占去了室内的空间 如果我用清格间它更薄 那你可以活动的空间 是不是就更游刃有余 好 这个三个背后的算盘 它有好 它也可能会造成你一点点困扰 我们实际拍回来给大家看 小蜜蜂去拍回来给大家看 这种的生活到底是加分 还是可能是新挑战 没错 其实清格间就是 它确实是比较节省空间 可是对一些比较浅棉的 或者是有脑神经算作人来说 就会觉得 真的是噪音的问题比较严重 我们来讲一个实际的案例 F先生他在2013年的时候 他在新竹看到了一个预售案 打着低单低总的广告 好被吸引 最流行的 对 而且那个时候 建商开价一瓶是二三万 其实对照当时竹北 动不动就三只头 四只头 他觉得二三万 真的非常非常符合 它的一个需求跟预算 所以他就很快 跳了一间低楼层的房子 买了 没有想到时间过得很快 两年多要交屋了 交屋呢 F先生一搬进去 哇 吓一跳 奇怪 F先生觉得说 奇怪 我的墙壁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一个 采取干涉的一个清格街呢 好像跟大家都想的不一样 还有看到地板 没有铺位 是采取所谓的一个 毛胚的一个方式 F先生就吓了一跳 就问这个建商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 这个帮我们铺地板 我看别人交屋的都是铺地板 铺得太漂亮亮了 建商就说 因为现在很多客户交互之后 他们会打掉 重做铺地板 所以每个人的需求状况不一样 我们干脆就给你们毛胚物 这样比较省事 而且 那后来F先生就说 可是你当初没有讲 那建商就说 不对 F先生 我们有讲 我们是写在 合约里头写的白子黑字 你也看了 你从意之后才签名的 换句话说 那是F先生可能在合约上面 没有看得特别仔细 所以新3D我要让你买得起房子 但是你买到是什么样的房子 小元也去看了 你发现什么 好 那你想要空间很大 你又想要配备很齐全的话 建商通常都会跟你讲什么 我们是轻格间 空间让你比较大 墙壁看起来比较薄一点点 你这样可以享受比较多 但是我去看了之后 一开始真的很吸引我 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 建商会跟我讲说 你看我们进去房间里面 有这一面墙 就是装你们的 我们的衣橱衣柜 对不对 好大的衣柜很好 很漂亮 很大的衣柜 一整面墙都是 那我想说我们的套房 我们的厕所在哪里 你看这面墙 那边是有靠窗 这个是套房 这应该有厕所门 这是一整个一整户里面 一间房间 它有厕所的 那我说它厕所在哪里 在这里 什么那是衣柜 这是衣柜 但是它的厕所在衣柜里面 你看这个门打开了 它的厕所藏在里面 你看衣柜 你看它是清格间 有没有 这是衣柜 然后衣柜中间的门 打开了厕所在里面 这一扇门 这一扇门是有玄机的 对 这扇门有玄机的 然后打开在这边 厕所在里面 那旁边的话就是衣柜 对 感觉设计很棒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你这个完美的 一整扇的衣橱的话 你就少了这一整片 你的装的衣服都少了 而且重点是 最麻烦的是什么 我那时候还进去 我那时候那一集 去借厕所一下 我进去上 我都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 因为进去里面之后 就是密闭的空间 你知道吗 然后你在那边上厕所 你就很怕味道会飘出来 飘出来的话 外面会不会闻到 里面没有窗户 如果在里面 硬臭臭的话 那下一个人就痛苦了 对 就痛苦了 所以我们在里面上厕所的话 真的是还真的 蛮不是滋味 这个是清格间 衣橱的一个做法 那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我也觉得很有点 看的时候很漂亮 但是看得仔细用的话 你会觉得不好用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厕所 那厕所 如果你上完厕所 要洗手怎么办 你要走到门外 就是一个客厅的空间 去洗手 很棒 很棒 我们去摩特尔饭店 都是这样对不对 但是我们住在家里 你在洗手洗衣 你能想像吗 早上你在那边刷牙洗脸 之后你在客厅 你在客厅 大家看着你刷牙洗脸 你能接受吗 懂了了 这个后面其实是一个客厅 公共使用的区 是一个公共使用空间 那他洗手台在这里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因为他要跟你讲 我们这个厕所里面都有 但是我们厕所其实很小 他没有跟你讲 这里这么窄 他里面只放得下一个马桶 然后旁边的淋浴 所以你没有办法塞下任何的东西 所以他只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但是这样的房子 你住久了 你会觉得很不方便 好 我们也要请教一下 叶老师 要是刚刚说25坪可以隔三间 真是隔出来 但是隔出来是这个样子 在市场上您的观察是什么 是 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是所谓的豪宅退位 小宅当道 那如何建商做出所谓的 市雅和须大 有花自然香 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就是要做设计跟规划 那问题是毛胚让你看 你看不出他的未来性 所以他势必要做设计跟规划 那这个规划 一规划出来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洗手间里面 竟然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洗手槽 那对外弄到外面 那刚刚那个案例 其实他是良好与坏 对 清格间其实不管是小宅 或者是豪宅 现在都是清格间 不管是安全也好 防火也好 地震也好 重量也好都是一样 隐藏门 事实上这是个非常神的设计 隐藏门 牺牲很多空间 小宅再给我们看一次 叶老师就在讲你那扇门 太厉害了 对对对 生很多空间 那甚至呢 你看他这个门的左手边 其实以我经验来看 我觉得那根本就是一根柱子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毛胚的话 一根柱子坐在那里 你会看着头会晕 你看他现在用 外面用所谓的木皮 左边 左边 木皮 另外一边 对对对对 就是门的左手边的那个地方 那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柱子 可是他如果没有把它用门面 坐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一根柱子在这边 好大 但他把它包起来以后 你会以为那是衣橱 就很好了 对不起 所以这个就是说 建商在所谓的室内的规划 把它社会规划得很好 当然会吸引谁 像我这种老鸟就吸引不了 可是对于手购来讲 一看就行动了 当太太跟小姐看喜欢的 男人挡得住吗 挡不住 所以接下来就是老公谈价钱 谈价钱签约签约 那低单价低总价低支配款 就上到了 好 现在我们看到是小宅变魔术 但进一步我们来看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价量的一个关系 有时候我们会去检查楼地板 有时候我们会检查地板 我们今天来检查地板 看看地板有升有降 你就知道整个房市的概况了 好 这个房市的地板是什么产品 当然就是工业宅 当然工业宅问题比较多 可是坦白说 它的总价是低于市场的一个行情色 所以买的人也不少 可是大家很好奇 工业宅最新的一个市况如何 最新的一个这个交易的 热门交易社区这三年 根据石家登陆的一个情况 这三年都走跌的一个情况 而且最重的跌幅是高达11% 在上面美港明明有量 有量不是说有很多屋主 他就撑在那个地方 有量尚且要跌11% 那地板跌了 整个是不是也要往下挪引 对 没错 所以我们事实上也帮大家举了几个实际的例子 跟社区 像第一个社区 第一个建案XXX端 它的屋龄其实很新只有两年 它的平均行情是一瓶38万 跟前一年比较起来 修正也是超过一成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建案南XX 它的屋龄比较久一点是9年 户数也比较多1500多户 那平均的一个行情是每一瓶是33万 跟前一年比较起来也是跌了7% 另外一个社区4XXX 它的今年的一个单价是落在39万 跟前一年比较起来 跌的比较没那么多 但是也修正了2% 我知道你的用心了 今天去检查工业宅 如果它微微下降11%的话 那就来看看那些屋主 你是先知先觉 后知后觉 还是不知不觉 对 没错 当然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就是林口 为什么 因为其实桃园季节通车 已经是三个月了 对不对 那大家很好奇说 它的房价到底有没有春呢 事实上也是根据这个 实价登陆的一个价格显示 真的是出乎大家的一个意料 它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单价 跟去年同期相比一平 是跌了4.4万 来到30.9万 跌幅也是将近一成以上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 虽然是利手三字头 可是大家很担心 它接下来会不会呈现 继续下跌的一个趋势 通车才是跌价的开始 而且这是A9占周边核心 最厉害的地方 对 没错 那当然我们也请教了 当地的一个房仲业者 房仲业者就分析了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机械通车 所以很多投客 他就让价 让多少 平均是让5到10% 确实是有刺激先买进 那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部分的建商 也是一平平一个两三万 很多自住客就进来了 还有十年屋也回挡了 所以让这个区域的一个价格 呈现这样的一个趋势 当然大家记忆游戏的话 2013年房市多头的时候 A9真的炒得非常非常夸张 预售屋还开到5字头 甚至那时候抢红单抢得非常的夸张 附近的中古大楼 一平35到40万 可是随着房价这个反转 其实现在已经跌破了3字头 好 叶老师来跟我们说说看 曾经也看上5字头 那现在如果来这一边领口看房子 从A9 那辐射同心園一路开来的话 那个房价单评的评数价码 我们要怎么看才是行情内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在A9旁边 你看这个密密码 全部都是A9旁边的房子在卖 有这么多 所以你现在卖房子 你面临什么挑战 不是只有几间房子 少数房子在那边卖 所以有这么多的房子 在那边卖的时候 我们如果在A9的周边 我们用300公尺 500公尺跟700公尺来看的话 300公尺 我觉得它是利手30万以上 对 三字头 三字头以上 那如果到了这个 所谓的700公尺 它当然希望能够扛在2字头以上 扛在那过了700到900以后 那都是1字头的 700公尺的话 我如果要去捷运搭个车 走路8分钟 10分钟以内可以到 对 10分钟以内可以到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面 各位到这个领口去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从A9站往外延伸 你越走越远 房子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房屋屋林 大概越远会越新 当然更靠近捷运站 本身也是非常新 那你要掌握住 这样一个价格 因为它上市物件 确实非常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可以蛮好挑的 那我刚才认为 有一些地方 甚至A9 其实说实在的 领口的居住的品质跟机能 或许在低总价 不管是在600万到1000万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 好房子可以挑的 这个话说到这个地方 进一步来告诉我们 今天消费者来到领口 因为不管你是走五阳 不管你是走一高 你看到的那个A9 横空出市的地方 你就会想说 住这里的人交通会很方便 但是这里的物价 这边的房价 谁说的算 当然是买方说的算 现在建商 已经没有喊价的资格了 因为那边的量太大了 所以事实上 要抓少有的这些 皇上的买方的话 事实上真的是买方的喊价 我刚刚随便Google一下 看了一下那边的房子 其实开价二十几万也很多 但是你去看到三十几万 他会告诉你 你看我们这里原来开价五十几 现在已经降到三十几给你 你就冲下去了 实际上你看得不够多 你可以在这个线上 文化一路二路三路到文化北路 有这么多路可以看 你其实可以好好看好好挑 挑到一个非常好的房子 那个棋盘式的陆网 哇鸟语花香 去看看货比三家不吃亏 如果没比好的话 下场就跟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跟你讲的这个故事一样 不要走开 非常大的range 2013年林口开到五字头 现在力保三字头要比白串 我早年进去的 我现在不就很紧张 没错 不只是紧张 而且林口投客真的很多 投客想要卖房子 就要想办法告诉别人说 我不是投客 我不是投客 免得房子卖不掉 比如说最近有个网友 他在网路上把他想要卖的 这个物件贴在网路上 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他物件的一个状况 屋邻三年 平时好大 143坪 好啦 他就特别在网路上提到说 这个物件是长辈过给我的 那因为呢 其实长辈过给我 之后家里出现了一个状况 不得不处理 那当初是带了3800万 本系一个月高达19万 比赛的事 我已经有一个状况 我们已经在网路上 内部的事件购买了 那为什么人购买了 我现在要去找他 那便是个人购买了 那是这一种 你还能够理解决 里面的事件购买了